推出振兴五倍券 今天早上九点可以进行数位绑定 但是才一开放 就涌进大量民众都想要登记 因此让网页卡了很久 在上面不但是出现一连串的乱码 还出现滚的字样 而且就算从观光网站 顺利连到银行网站 有部分的银行网站 也抵挡不住这么大的流量 好过这次政府加码好康真的蛮多的 像是绑定数位的前四百万名 可以直接获得好识券 对此经济部长王美花 要大家不用太过紧张 因为好识券有四百万份 可以慢慢来 大家都抢得到 一点进去网页全是空白一片 还在转圈圈 政府推出振兴五倍券 好康不少 二十二号上午九点 数位支付抢先登记绑定 但是 九点一到振兴五倍券的网站 就像这样卡卡卡卡了好久 完全无法进行绑定 点进官网还出现一串乱码 网友崩溃发现第三个字竟然是滚 不少人留言回应 说第三个字就叫你滚了 还有人说下去领值本吧 一次涌入大量民众塞保五倍券的网页 五倍券的官网都算不了 我们会随时排除 这边呼吁国人 不用这么急的在今天一早 因为有四百万份 所以可以慢慢来 它确实是存在的问题 不只是官网要点进去就不容易 连带银行网站有些也附和不了 行政院公布数据 开放登记后短短两个小时 五倍券网站涌入两百二十六万人 有四十三万人成功绑定 新增的共同绑定功能 也有将近十万人参与 而且政府有加码 绑定数位前四百万人 可以获得好十券 另外每人都还可以抽七种不同票券 登记的人都不少 第一步选择最常用的数位支付 进行个人绑定 由政委唐凤教大家如何完成登入 前一天行政院推出 两支唐凤主演的影片 宣传这回的五倍券 不过数位支付绑定一开抢 还是面临塞车肿进 记者复旦李虹台北长报导 谢谢大家